裡面有一個支部電極圖檔 你剛好可以抓出來 那最好同學可以拿你 Facebook上的或你手機上的照片來試看看最好 為什麼 自己用過才知道好不好用 對不對 你用我的 你可能會有擔心說 老師那個都 都有飄過 對不對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試看 那這個呢 陽體在這邊有一個Photocap Photocap是MIT的 所以好用 當然對岸也有 大陸那邊也有 只是我覺得我們這個MIT的他有好處就是 很多東西都跟台灣的在地生活比較相關 他把它做得比較好 而且不用安裝 你點開 只要做之後 這裡有一支鋁籽 直接打開就好了 是鋁籽吧 這樣有沒有 這樣就打開了 所以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您先找到軟體跟電子的圖片 如果可以用你自己也是最好的 再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Photocap 那Photocap呢 您也可以到官方網站去下載 官方網站在這邊 你知道它的軟體名稱就會去了 在這裡 在上面呢 你還可以找到很多的教學的資源 你看這裡有沒有 影音的教學 這位老師這個也蠻好玩的 他有 好像有三個階段 就是一次頭十四周 你可以看很多 那這個有興趣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那麼另外你看從這邊 直接就是正版的 直接正版 好 我們先來看看 在這個裡面 我們主要等一下呢 會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就是像這個洗照片 大家現在都很早洗嘛 主要都是大頭照對不對 生活照現在很早洗出來 都直接放FB而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基本的影像處理 還要做一個加外框跟套摩板的動作 那我們來看看 現在 先看基本影像的處理好了 我們掃一下 這裡 照片一個很重要 你還會裁切跟縮放 因為如果你是用手機大概還好 因為那個尺寸沒有很大 可是如果你用數位相機 請問大家數位相機 你現在的幾百萬像度 都蠻有錢的 都蠻有錢的 有些上籤的 有沒有 講話成蠻你的話就不錯 但是很可惜沒有 好 那 這個呢 你可以利用 因為圖片夠大 我就可以重新構圖 所以其實呢 各位如果說 等一下 我會把數位相機拿起來給你看 你整個照片重新構圖一下 感覺就是不一樣 你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從左下角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個瀏覽照片 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邊變更資料條 變更資料條 那我就換到我們剛剛放那個 練習圖檔的位置 好 這樣一點 有沒有 這進來了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一個叫 一二三 對不對 這一二三被通常 一行 兩行 三行 目前看到只有這個軟體有做這個功能 為什麼 因為有些時候 你看喔 如果我們 要做那個 裡面圖片比較多 這樣一行是不是看不下 以前我們都會這樣拉嘛 這樣有點麻煩 兩行 三行 這樣不就很簡單嗎 對不對 好 你現在找到了 比如說 我們來看看這個照片的裁切 照片裁切 我們在這裡 好 你看喔 一般各位知道我們拍的那個數位照片是幾比幾的 就是我們那個 你知道洗照片我們大部分幾乘六對不對 我們大部分都幾乘六 四乘六是幾比幾 是不是三比二 對不對 可是你拍出來的數位照片是三比二的嗎 比例是三比二嗎 長跟寬 應該不是喔 我們一般拍照片主要有兩種 一個就是現在各位螢幕的這種尺寸 我們傳統的是不是長得比較四四方方 所以我們照片像這一張就是四比三的 四比三的 然後另外你看這裡有一張 現在有的數位相機或者是那個什麼 手機啊 他拍一下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比較長一點點 因為這是十六比九的 對不對 可是我們洗照片好像沒有人洗十六比九的 比較少啦 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四乘六啊 五乘十啊 之類的 那所以怎麼辦 會不會切大 真的會要你拿去洗 是會切到的喔 會切到的 所以假設你知道拿去洗的 你看我把它丟 在這邊 影像裡面 你可以把影像裡面有一道裁切 有沒有按到指定的長寬筆 你可以先看一下 如果你這一張拿去送洗四乘六 實際上上下會不會切到 所以你可以自己先看啊 好自己先看哪裡會不會切到 那順便問一下大家 請問我剛剛用的是四乘六 你有沒有寫過四乘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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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公約數字 四乘六乘六的話 四乘六乘六的話 是一乘五對不對 所以 出於一乘五 這是四乘三 所以 如果你希望你的數位詐片 完全不要被切到的話 請寫這一種 這個 這個是有的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 你的數位詐片就是不能切的 那請你用這一種 那 價格應該原本上是一樣 但是如果你買那個橡粉 因為它掉的數比較多 所以會比較貴一點 相對比較貴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你從這樣就可以知道說 欸 我寫的照片 是不是真的有被切到 那 這是你會有去送給 那假設你放到FV 或電腦上 或教材裡面 什麼比例都好沒關係 對不對 就是你有另外一種方法 你看 假設你要 像我們一般 如果你是要在電腦裡面的 我們就是直接用 你看 預設 這裡是選取工具 你就把你要的範圍選下來 比如說你看剛剛這一張 有沒有 那台階之後 變這樣 這一張 你就點到 它丟進來 那你把你要的範圍把它選起來 捲起來 捲起來 那萬一不滿意怎麼辦 旁邊點一下就可以 好 就可以取消 你可以再重新框一下 如果說差一點點 這個範圍要 但是差一點你就移到裡面 稍微移動一下 最後 在哪裡 在上面這邊 你看 往上看有沒有一個台階 對不對 把它 裁切一下 這樣子就留下來了 就留下你要的部分了 這樣清楚了嗎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我順便講一下就是說 比如說像這個 我們平常在拍照 我不知道是不是算好習慣還壞 習慣 因為電視上都教你 就 最準正中間 就拍下去 但是這個 這種構圖不見得是最好的 不見得是最好的 所以你看 以這一張來講 我們可以稍微重新構圖一下 就在這邊 一樣你可以用什麼 指定長寬筆 我在這裡 假設不管你是4x6還是GPG都沒有關係 你可以重新構圖 你們常常會在數位相機的後面 你會發現他會把你畫一個九宮格 有沒有 數位相機 我不知道智慧型手機有沒有 但是那個一般的相機都會有一個九宮格的功能 給你對 那一般來講 大部分會比較建議各位 就是你在對的時候 最好就是 本來我們是十字擺中間 那你最好可以對在這個 四個角落上 把鼠角 對在這四個角落上 感覺會是不一樣的 你看我現在稍微對到了 按OK 這樣子 使用前 是比較這樣 使用後 會變這樣 這樣你大概了解意思了嗎 所以你回來是可以重新構圖 萬一你拍的時候沒有構圖 你可以回來重新再做 反正尺寸夠大了 就沒關係 這個是在這邊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我們剛剛講的幾個 你先遍一下你的資料牆 然後找到你要照片把它丟上來 第一個 就是你可以影像裡面有個裁切 你去看看說指定長官筆 看你洗多少的 那你的照片進去會裁在哪邊 第二個就是你直接框圈你要的範圍 框圈你要範圍直接把它裁切 也可以 來我把框圈還給你 這就是花了 好,你看到這塊 就是人送進去 用那個 歪,你會給你 希望有,你會給你